首先我们尝试用sand来多次发送一个指命令 也就是当这个指命令被拆分为多个字不串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sand来进行多次发送 比如我们向这个nslookup发送指命令 我们可以使用child.sand 那么第一次呢 我们只发送这个域名 但是呢 我们没有发送回车服务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作为指命令的话 不会被nslookup这条命令来进行执行的 那么我们在紧接着再发送这个回车服 把这个地方少了一个child 发送这个回车服务 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指命令才会被运行 然后呢我们可以调用我们刚才定义的getre这个方法 其他的参数我们都不提供使用默认值 而刚才呢我们这个方法当中他的参数呢 做错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重新进行区配 直接输入 child作为getre的参数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命令呢 也已经被执行了 也就是赞的这个方法的使用 下面我们再接着看right方法的使用 在前面我们每一次输入赞的方法的时候 他在运行完以后总是返回一个处值 比如说这个返回为16 那表示呢我们发送了16个字节的数据 而对于right这个方法 他在发送的时候 只发送相应的字符信息不返回呢 相应的发送量 比如我们可以发送 还是将这个3w点卖全员 这个域名发送给这个指命令 并且呢我们同时将回车服务一并发送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没有返回值的 也就是不会告诉你他发送了多少个字符 然后呢我们再次调用这个getre 这个方法 可以看到同样的也是查询成功了 当然呢我们还可以调用我们刚才提到的right line 将多个字符串放在同一个列表 或者是远组当中来进行发送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做 使用right line这个方法 将要发送给nslookup的指命令 放到一个远组或者是列表中 比如我们将这个3w点卖子学院的 域名 以及呢 发行服 作为一个列表 这样呢发送给他的指程序作为指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 right line也不返回任何数据 也就是他发送了多少字符串 并不返回给客户端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调用这个 方法 来获取 查询的结果 那么这个查询结果和上面呢是一致的 这是right line 他的基本使用方法 如果我们要接触指命令 可以按照我们刚刚3的counter 也就是发送counter加d 来接触指命令 我们也可以直接向指程序发送退出信号 使用这个方法来接触指命令 下面呢 我们演示用这个方法来接触指命令 直接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将这个程序进行结束 也就是使用 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子程序是否接触呢 我们通过这个 查询的一个实力方法来进行 判断 通过 is alive 那么他返回 表表示 这个 所启动的子程序已经接触 那么如果呢为真的话 子程序呢就没有接触 这是接触指命的方法 下面我们再接着看 如何用另外两种方法对 子程序返回的结果进行取配 首先呢我们仍然要启动这个 ns lookup 这个程序 然后呢向他发送一个命令 也就是子命令 当然这个子命令仍然是我们前面使用的 卖子 也有点空 发送完成以后我们可以使用 expect exact 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方法来对 和子程序的输出结果进行匹配 但是呢这个匹配的时候就是用法与expect的相同 但是呢我们这里面只能用字符串来进行匹配 也就是我们还可以调用 get get re 这个方法 但是呢我们传递进去的参数就是要求调用expect exact这个方法来进行 匹配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传递的字符串 就是 expect exact 这样呢他就匹配 那么匹配成功 那么这时候匹配成功呢并没有返回相应的查询信息 原因就是我们在刚刚启动这个nslookup以后 没有呢进行匹配 所以他匹配到的呢是第一个返回的这个 起始符 而第二次查询呢还没有进行匹配到 所以我们还可以再次调用这个方法 来进行匹配 就返回了刚刚我们查询的这个结果 这里的expect exact还可以接收字符串列表来进行匹配 我们再运行一次 首先呢我们仍然向 这程序发送这么一个查询域名的指命令 查询完以后我们要获取结果 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就要用这个 我们前面定义的getre这个方法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传递给他的要匹配的是一个标表 第一个呢是指命令的这个提示符 第二个呢是卖子学院的域名 中间呢这个medEU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匹配的是成功的 但是呢首先匹配到的是medEU 而不是这里的责命令的提示符 那么这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expectexact 这里面呢expect list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不再进行演示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read方法和readline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运行这个指命令 然后呢我们通过调用这个read方法 比如说 传入的为8 那么他会从结果当中输取这个8个字符 那么如果我们要获取一行就可以调用readline 获取一行数据 好这个地方我们出错 那么获取呢是一行数据 也是他的结尾就是这个-r-in 是一个转行 如果我们要获取下一行数据 同样的还可以再次调用这个方法 获取下一行的数据 那么如果我们要接触子程序 不仅可以调用刚才 所说的那个方法 还可以调用sendCount这个方法 传入Count D 那么将子程序进行结束掉 可以调用他的easealive 来看子程序是否运行 fail表示呢子程序已经结束 那么当子程序结束以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read的方法 来读取所有的输出信息 那么就是这些 那么就读取到这个子程序 一直到程序退出时 这些这些输出信息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介绍的 有关向子程序发送信息的其他方法 以及获取结果的其他方法 本节课的作业是 请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向子程序发送指令令 并获取相应的结果信息 直到你熟练掌握这些方法的使用为止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